大张伟这两年人气飙升 迎来了他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不过这一切似乎跟他的老本行唱歌没什么关系 而是模仿 最近我们的编导在一个音乐节上就看到了大张伟 除了唱歌之外 他还准备了一段很特别的表演 让原本有点冷的场子瞬间狂热起来 音乐节当天恰逢一语 大张伟冒着小雨卖力演出 一出场就扫尽天气的阴霾 与其他音乐人一手接一手的轮番现唱不同 大张伟的表演可以更精准的形容为一场秀 耍宝与音乐几乎对半分 颇为讨巧 其实自2011年发行大张旗鼓以来 长达两年的时间 大张伟辗转于各大节目和活动之间 却一直没有交出新的音乐作品 反倒凭借综艺表演成了演幕网络上各大节目熟客 这样的变化是不是预示着事业重心在逐渐转移呢 1983年出生的大张伟 15岁起就开始担任华尔乐队主唱 直到之后丹飞已经发行过十多张专辑 两年多不出专辑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缓了脚步呢 你最近没有什么新的音乐作品 嗨 这不是乐谈不好吗 出歌没人听 所以我出它干嘛 打算什么时候出新的音乐 就是看什么时候那个环境好点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歌手出歌伤自己 花钱干这个活伤自己干嘛 所以说我就暂时先不出了 然后明年春节的时候 我看那个如果说万象更新的时候 如果要更好的话我就出了 是这样 歌都写完了 已经写完了 对都好几年没出了 歌都攒完了 对但是就是等时候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